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绣樱花 我们先从樱花的花心部分绣起 采用的方法是断面绣 我们先绣左边 绣完之后再绣右边 这样可以让绣出来的图形更加的对称 接着呢我们绣这个带尾巴的法国节力绣 首先我们在这里出针 然后将线在针上绕两周 在尾端入针 接着我们把节收到布面之后 拔针这样一个直针加一个法国节力绣就绣好了 这个针法呢 非常的适合绣花蕊部分 然后再绣上绣花蕊部分 我们用维珍绣来绣花朵的外轮廓 我们用维珍绣花朵的花朵的花朵 接着我们来绣小花朵 那么采用的针法是除菊绣加一个直针 我们首先来绣一个除菊绣 因为这个花苞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采用了三股绣线 绣好除菊绣之后 我们再在除菊绣的根部出针 然后在顶部入针 拉了一个直针 把它调整之后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效果 有一种鼓鼓的感觉 这个针法非常的适合来绣这种花苞 再来 这个我们绣小一点 我们先来绣一个除菊 出针之后同点入针 往前挑步出针 然后拉出一个线圈 接着钉住 然后我们从除菊的底部出针 然后从它的顶部入针 也不要拉得太紧 调整一下 把线排平 这样用一个花苞绣好了 我们来绣这两个地方 它是微微有一点开的花朵 那么用的方法呢 就是非鸟绣 直接绣出 这个位置 出针之后 右边入针 然后在尖角的位置出针 拉出一个小角之后 把它钉住 非常的简单 就可以把它绣好 这个呢 采用同样的方法 花朵部分 就全部修好了 接着我们来绣它的枝干 那么枝干采用的方法呢 是宽阔形轮廓绣 也就是我们每次 往左上方斜着调步出针 在画的轮廓线之内 这样整齐的 一针一针的排列 有一点类似于 对面绣 对面继绣的排列 在这个花儿的部分 我们不断线 直接进行断面绣 先绣右边 拉直针 将我们的这个需要填充的地方呢 把它全部的填充满 这样再来绣左边 注意每一个线条要排列的比较整齐 这个花儿部分就修好了 那我们用相同的方法来修其他的地方 分支的部分采用的是宽阔形轮廓绣 然后花儿的部分采用的是断面绣 这样我们的一个樱花就全部绣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和点赞吧 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提出您的宝贵建议 或交流手作的心得 然后再来继续 再来继续